世界潮流 浩浩雙雙 主持李慧才 梁錦祥 車離子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第三节的浩浩雙雙 刚才说到火星的环境 其实比起地球来说当然是恶劣 但是比起金星来说 其实已经是好很多 刚才我和Cherry聊天 他就有提到 可能长远来说 我们都需要移居火星 为什么呢 不如我们出来解释一下 因为太阳以一个很缓慢的速度增大 可能过了几十亿年之后 就变成地球跟太阳接近了很多 可能变成金星 火星就会变成地球这样的温度 反而地球的生命就已经灭绝了 金星反而就有机会有生命在那里 也不奇怪 但是说的是很长远很长远的事 人类到底能否捱到这么久呢 而且也说几十亿年之后 人类的科技我相信应该是很进步 如果他还没有灭亡 那时期是不是真的需要移居火星 因为有其他方法呢 我们都未可知 但是不要说这么长远 近一点来说 其实现在很多 刚才说到 美国和我们中国 其实都有提过 把火星列为下一个探险的目标 确实太阳系这么多天体里面 从距离 从环境 最有条件是让我们建立一个基地 是不是永久性呢 很难说 如果你是长时间有人去轮班 都可以是永久性 好像我们南极 刚才说到 火星 全部是陆地 就没有海洋 所以它虽然是比地球小 但其实它那个陆地的面积是不低的 如果探险火星 现在还不得意 火星上面 厉害 其实它的地茅 起码有两样东西 就是太阳系之冠 一个就是它的火山 叫做奥林匹斯火山 它是太阳系里面最高的火山 甚至是最高的山 它的高度有多少 说出来是吓人 是22公里 你知道我们朱木朗玛峰 地球第一高峰 其实它的高度 只不过是9公里不到 是8800多个米 就是9公里左右 但是那个火山 火星上面 火星比地球小 但是它最高的山 就是22公里 当然也有道理 因为它小 地侵级力 我们的引力 是小一点 山人可以高一点 第二个 就是火星大峡谷 火星大峡谷 厉害了 你知道美国有个大峡谷 已经很壮观 就是世界奇观 但是其实它是几百公里 长 最深的地方 其实都是大概 是两公里左右 但是火星的大峡谷 原来有多少呢 是十倍那么长 是差不多四千公里长 而它最深的地方 是去到成七公里 七公里 好多人害怕 你知道我们现在最深的深海 其实交龙号去到的都不够四公里 是吧 所以其实 在火星上面来说 那些人一看 一看数据就知道 美国的阿里桑那州的大峡谷 其实是随时可以放在火星的大峡谷 其中一个旁枝里面 都不知道去哪里 你说它壮观就几乎习惯 这个就叫火星大峡谷 另外刚才说 水星金星都没有月亮 火星就不同了 当然第三个就是地球 地球有个月亮 火星都有月亮 不过火星的两个月亮 比起我们的月球就差很多了 因为两个是体积小到不得了 差不多两个石头 其中一个就叫福博斯 大概是22公里左右 其实它也不是球状的 它是不规则的 另外一个叫戴莫斯 纵细12公里左右 当然也有科学家说 如果我们真的探测火星 我们都可以先在这两个卫星 特别是福博斯 可以建立在一个基地都可以 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但离开了火星之后 人类征服或者有永久基地 就开始的难度越来越高 因为我们首先通过小行星带 小行星带也有个地方 就是刚才说过的 被星的矮行星 矮行星叫谷神星 但它其实只有950公里 都是一个球体 但是没有空气 没有水分 总之有一个落脚点 有一个石头 但你再出去 我们就去到这个 巨型的气态行星的领域 第一个就是木星 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1倍 你看它这么巨型 但它一天自转一周 你猜多久呢 只是需要10个钟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过木星的照片 当然最好就是透过望远镜 实测 你看到木星其实是点点的 为什么 因为它转得太厉害 但是它环绕太阳一年就久了 就是12年等于 就是它一年等于我们12年 但是其实它的表面引力很难说 因为它根本没有一个表面 它是一个气体 是的 它是一个气体 一直下去 气体的时期 它的密度越来越高 压力越来越大 其实到现在来说 科学家都未正式探测到 它究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表面 但是那个温度不用说 如果你说在那个云层 就是木星云层上端的时期 就必然是很低 因为它离太阳远了很多 都是零下差不多150度 但是在云层下的时期 压力其实都已经比地球的表面压力很多 当然越大 压力越大 所以你说在火星上登陆这件事 我相信可以预见的 未来也不会的 你只能够派一些探测仪 就在大气层里面来去 就是周围这边去那边去 好像一个气球那样 但是原来木星 就有四个卫星 是很大的 其中一个 应该不是其中一个 应该是 其中三个 这四大卫星 其中三个是大个月球 首先我说 木星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十多岁 看这些书 就说它有十一个卫星 后来就说十五个 后来就说十六个 后来就说十八个 但是现在隔了几十年 科学家找到 是六十六个 我也是最新 在网上查看的 但66个其实很多都是很小的 但是其中有四个 应该是跟木星一起形成的 真是球状的 全部都几千公里 这样就分别 木卫一叫艾奥 木卫二叫欧罗巴 Europa 木卫三叫加利米 Ganymede 木卫四叫加利斯都 这四个都各有特色 但是其中最近木星的 我相信人类探险的机会都很微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受到木星的 那个辐射带的影响是很重要 因为木星有一个很强的辐射带 有些高能的辐射 对人类很有害 而且还不得意 这个艾奥木卫一是太阳核里面 现在我们额金找到唯一是有活火山的地方 它上面有超过400个活火山 而且我们实际上太空船去探测的时机 当然是无人太空船 是影响到它火山爆发的情景 当时真的令到科学家很兴奋 很着弱 但是第二个 欧罗巴就有人入星了 虽然它都是受木星辐射带的影响大 但是我相信人类都会派去探浅 第一是欧罗巴 其实太阳核里面 差不多是最平滑的一个天体 因为我相信原来表面基本上是冰封的 所以很平滑 没有什么山 但是科学家的探测显示 很可能在一层冰底下 原来是有一个海洋的 是液态的 如果有一个海洋的时期 然后再比较近一些 可能温度暖一点 甚至可能有一些很原始的 生命都不顶 当然现在我们只是推断 所以欧罗巴 穆惠尔 其中一个探测目标 穆惠尔三 加尼尾 其实比水星还要大 厉害 所以以大小来说 它差不多是 你当是一个planet 都可以了 不过 刚好它就是 环绕着这个巨无霸 所以它就变成satellite 其实这个就像这个 阿凡达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阿凡达里面的 Pandora Pandora 就是一个satellite 其实Pandora 是环绕着一个planet Planet 再环绕着一个母星 不过这个叉开了 好了 现在我们说的 加里斯都 最尾是穆惠尔 穆惠尔 表面最多的 吻石坑 但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离穆星的 辐射带是最远的 受的影响最少 所以我们推断 如果人类将来真的要去探查 穆星 即派人的任务 相信他们会降落 都是选择加里斯都 因为比较安全一些 原来才在那里 或者派一些无人探险船 去探险其他的卫星 接着来 很快就讲讲土星 土星比木星小 但直径比地球大 是9.4倍 土星很多时候 被人提到一件事 就是它的平均密度 它的平均密度是水的69% 那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足够大的海洋 土星是可以浮的 因为它的密度 原来比水 只是水的七成左右 刚才也说过 它根本都是一个气态恒星 它的大气成份和木星差不多 主要就是氢气 第二就是氦气 Helium 当然土星来说 最令人注目的 就是那个光环 土星环 但是土星环就厉害了 土星环的阔度 差不多跟土星的直径一样 就是地球的9倍 地球直径的9倍 你想想 你可以放9个地球 才等于它的光环的阔度 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 它的厚度 它的阔度很重要 但原来它很薄很薄 科学家最新的推断 就是观測 是20米左右 你说它很薄 即是薄一张纸 如果以一个比例来说 是很薄 它主要不是一块 它是由无数碎片 所组成的 这个土星环 而绝大部分来说 都是水的兵 当然有其他的成份 土星的月量也不少 和木星不枉多样 有62个月量 科学家来说 唯一特别有兴趣是一个 就是叫泰坦 就是土卫六 就是土星第六个卫星 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呢 就是原来太阳是唯一 一个拥有大气层的卫星 Satellite 拥有大气层 比如水星 Planet 也没有 但是这个Titan 它是拥有大气层的 而且更加厉害 就是原来大气层 在表面的大气压力 是比地球更大 所以它的大气都很浓密 是地球的差不多1.5倍 但是温度就真的很低了 你知道土星是离太阳更加远了 所以在泰坦的表面 平均的温度 在零下180度 大气的成份主要都是淡气为主 但是相信 科学家都会很有兴趣 派太空船 就算是无人驾驶也好 有人有好 就是去泰坦的表面 去探索 接着天皇星和海皇星 就没什么特别的说 因为只是更远更寒冷 亦更黑暗 天皇星也有它的光环 当然没有土星那么壮观 天皇星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它的自尊軸很有趣 我们就像陀螺一路自尊 一路环绕太阳 但是天皇星是在滚 就是自尊軸打横 它一路滚动前进 天皇星也有27个月亮 是很厉害的 但是没有一个是特别的 但是海皇星虽然是更远 体积比土星木星都小 跟天皇星差不多 但是它也有一样特别 就是它有一个卫星 都是挺大的 就是叫做海卫一 它是科学家而为止 太阳系里面 就测到一个表面最寒冷的天体 零下是240度 那你知道其实 温度最低最低 只能夠是零下多少 273點多 沒錯 所以我們那個叫絕對零度 它也接近零下240度 回到增幅太陽系 在月球上建立基地 技術上我們應該是完全做得到的 但我反而想趁機會介紹一些科幻的作品 其中有些都是台長很喜歡看的黑了黑的作品 1955年其實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黑了黑寫了一篇長篇小說 叫做地球光 叫做Earth Light 它是發生在月球表現的 在月球上已經有殖民的基地 甚至是城市 但它最後說是月球想爭取獨立 它就是地球主宰著月球的東西 很不公平 當然在西方人來說 他們經常都可以拿回美國獨立戰爭來做一個藍本 就是搬去太空那樣 但地球當然不想去獨立 後來終於打了一場太空大戰 就是地球六月球打的 在1955年會想想 那時候它提出不是死光 死光其實HG Wells在19世紀末已經提出過 很厲害 那時候人類沒有死光 人類要1960多年才有死光 但當時在1955年 哈拉克提出一個大膽構思 後來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 有科學家提出的 叫做粒子瘤 粒子速武器 叫做particle beam 我很喜歡這本小說 11年後 1966年 又有另一個科幻大師 就是凱恩來恩 Robert Heinlein 他又寫過一本小說 我上兩次提過 就是講電腦蘇醒的問題 The moon is a harsh mistress 月亮是一個嚴峻的少女 或者是情婦 我真的不知道她的意思 但是台灣也叫做露月 我已經說了 憤怒的露 他就是講電腦蘇醒 但其實那本書的後半部 其實就是和11年前的哈拉克 那本小說差不多同一主題 就是講月球爭取獨立 也挺有趣 另外有幾本 就是和火星有關的小說 當然和火星有關的科幻創作 多到數都數不清 但有幾本我自己印象較深刻的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其中一本早期的 是1949年 亦都是凱恩來恩寫的 就是Red Planet 但其實它是一本叫少年科幻小說 其實他最先寫的時期 不是少年科幻的 但出版寫後來 就要寫得比較乾淨 凱恩來恩其實很多時候寫的東西 是挺成人的 所以後來事後有一個版本 就是成人版的 但這本就當是少年科幻 另外1951年的時期 這個又是哈拉克 寫一個叫火星之沙 The Sands of Mars 它裡面已經第一次大膽提出 我們叫做星球改造 英文叫做Terraforming Terraforming Terra就是地球 Forming就是去形成 即是將一個Planet 譬如火星 將它轉變 變成類似地球的環境 可以適合我們居住 那時哈拉克已經提出 科學家研究一種特殊的植物 盡量去吸引火星的二氧化碳 然後大量製造氧氣 另一方面 他更大膽 他就說 將福博師 剛才我們說過火星有個月亮 他說怎樣可以把炎點起來 令福博師變成一個迷你的太陽 照耀令火星溫暖起來 最後改造大氣層 變成適合人類居住 這是一個很大膽 高超的構思 另一個同樣高超構思 就是阿西莫夫 今次三巨頭始終要輪到他 1952年的時期 他寫了一個短篇故事 或者中篇 叫做The Martian Way 火星之道 這個什麼呢 不是道家那道 都可以是 但火星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亦是說 火星當時和地球有些不適合 地球很多時候控制著火星的東西 令火星的發展 當然不如理想 但火星上面的人 為了不依賴地球 他就想爭取一件事 比較自主毒 但火星上面最缺 最缺的是什麼 就是水 現在我們知道火星上面也有水 但當時阿西莫夫寫的時期 1952年 以為火星上面滴水全無 他說怎樣能夠克服這個困難呢 他竟然大膽到 有些人 走到老遠的土星環 把土星環那些兵 拿回來 然後作為火星的水源之用 這個我中學的時期看 我覺得真是精彩 他可以這麼大膽的構思 就是1952年的時期 就是阿西莫夫的Martian Way 但其實有關火星獨立的小說 也不少 而且有些是說得挺慘烈的 其中是1993年 近一點 Grad Baer寫過一本書 叫做Moving Mars 他講火星爭取獨立 和地球展開一場大戰 其中裡面用到 之前台長有提過 講機械人 那些叫做納米機械人 叫做Nanobot 嘩 很可怕 小說明明描寫到 因為他是小到肉眼看不到 但他講到當然可以自我複製 他派這些武器到火星表面 即地球 這樣和火星的殖民去打 這樣就造成很大的傷亡 很可怕 甚至有時候 你以為那場仗打完 但原來還有一些危害 等於我們現在的地雷 打完仗還留下地雷 所以這個小說都講得很慘烈 另外當然要講火星的科幻 不得不提火星三部曲 這就是Kim Stanley Robinson 羅賓遜先生所寫的 就是Red Mars 1992年 Green Mars 1993年 還有Blue Mars 1996年的 這個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就拿來看看 但另一個講講西莫夫的大膽構思 其實真的不得不提這件事 原來他在1941年 1941年他那時候很年輕 真的 阿西莫夫都很年輕 他寫了一個故事 其實我在上兩集提過 就是Reason 記不記得嗎? 我說在太空站裡面 那個機械人 即是那副電腦 那副電腦 就是覺得 那裡主管的人類 沒有可能是他的創造者 他就說 根本可能整個太空站 才是他的創造者 因為人類這麼渺小 這麼脆弱 有什麼可能是我的創造者 我這麼威風 但原來他精彩 再 原來他基本的立論 這些故事 當然對阿西莫夫來講 他跟這個故事 本來是無關的 但在我們今天看上來 真厲害 他就說原來這條太空站 是近距離環繞太陽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原來就是很多這些太空站 人類未來建立了近距離 收集太陽的輻射的能量 大量的能量 然後就用微波 microwave 然後就射回去 給地球用 即是說 我們現在經常講 開發太陽能的能源 但是你知道 在地球上來講 我都講過太陽能 就是有間歇性 晚上沒有 陰天沒有 但是在太空來講 永遠都是晴天 何況我們當然可以 把太陽能收集站在軌道上 但是阿西莫夫更進一步 他說為什麼我們不放近太陽 然後很容易收集 因為輻射很強 然後微波傳送回來 1941年 所以你真的很佩服這些人的想像力 其實1968年的時候 美國也有一個科學家 叫做Peter Glaser 他也提出過這樣的方案 就是在地球軌道建立一些 大型的太陽能收集站 即是太陽電磁板 做到大到幾個足球場 然後收集能量 就是用微波射回來的 這樣本來也是一個好的方案 可以解決 但是始終來講 其實就是剛才Cherry說的問題 你不要說是人類移居來的星球 你說能夠做一個這樣的太陽能收集站 其實對那個技術的要求 物資的需求 金錢其實很大很大 很大的投資 沒錯 當時就說一個 可能幾個足球場那麼大的太陽能收集站 可能供應一個小市鎮的用 你想想如果大市鎮 紐約 洛杉磯 你看這個可能也要見幾十年 這個太陽能收集站 要飛多少次太陽穿梭機 但是現在大家知道 美國的太陽穿梭機 都已經接近了 都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想也不用想 這個1968年確實有人想過 接下來 其實最後我想提一提 就是說運載工具 其實現在我們有的 主要都是化學燃料的火箭 化學燃料火箭 其實它是有極限的 即它能夠達到速度 即你裝這麼多燃料的距離 所以將來我們相信 你探索太陽系的時期 必定要用一些更加先進的推進技術 很多科學家都研究出來 其中一個是離子火箭 離子火箭主要的分別在哪裡 就是說 不是普通的燃燒噴出去 來提供作用力 反作用力 而它都是用一個火箭推進原理 但噴出去的全部是離子 原來離子 即是如果你將物質完全電離化 我們叫Ironize 即是帶電之後 然後你用一個電磁場 將它逼出去 即是同性相距的原理 你噴出去 用一個電磁場 將它噴出去 原來它的速度 是可以大於化學燃料的速度 原來你這個火箭最後能夠達到什麼速度 是跟你噴出去的物質 能夠達到最高的速度 是很有關係的 雖然你一下子的加速度 就是跟質量有關係 即是你放多些東西出去 它就可以加速得快些 但你最終達到的速度 就是視乎你放出去的時期 那樣東西的速度 而這個離子火箭的原理 噴出去的離子 那個速度是可以高過現在化學火箭 高很多 所以這個是將來 人類想獲得更高速度 就要用離子火箭 我記述我們現在完全是有的 但有一個就是爭議性 就是核子火箭 核動力火箭 核動力火箭 其實原來幾十年前 美國都有研究過 甚至想做一個圓形 一個Prototype 它的計劃就叫做獵護座計劃 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網看看 Project Orion O-R-I-O-N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案 有些甚至是製造一些微型的核彈 在船尾爆開 是一個很小的火粒 就是核燃料 但它噴出來的時期 我們用幾十支很強力的激光 一起集中射它 令到它的溫度很高 令到它引爆 引爆 一粒一粒就噴出來 然後推進 當然你那塊板要很強 能夠吸收到它的震盪力 但是就將它的火箭推進 但當然後來 大家都知道 大氣入面的核爆都會禁制 何況你為了這些 所以後來這個計劃就沒有了 當然你想想更高的效率 核子火箭都一定會做的 如果我們根本由興建一早已經在大氣 即是試驗、興建在大氣層以外 即是在太空 問題就沒有那麼嚴重 但這也是長遠一點的事 另外一個當然很浪漫的 就叫做太陽風帆 太陽風帆就真的利用太陽風這件事 沒錯 其實克拉克是寫了一個故事 就叫做 The Wind of Change 它就是講一個太陽風帆比賽 是啊 很精彩的 假設人類將來是掌握了這個技術 太陽風帆當然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它的加速是很慢很慢 所以其實它需要的時間是很長的 譬如由地球去火腥魚 用太陽風帆是很長的 很長的 很長的不要緊 如果你人就麻煩 但如果你是貨物 即是貨物 你不等時間 最重要是不等時間 不是Speed Post 即是幾年後才到的 那些貨物 不會壞的 用太陽風帆 基本上是不用燃料 是嗎 很快算好 當然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 我們不說了 我只是在最後講一講 其實人類 征服太空 太陽系 在太空裡面 不一定要去到某個天體的表面 其實你完全可以是一個太空站 但這個太空站 就不是我們現在所知的 就是好像天宮一號那種太空站 而是比天宮一號大一百倍 大一千倍 上面呢 是有陸地 有天空 有江河 湖泊 有森林 草原 人造的太空站 沒錯 但這個星球就是一個倒轉的星球 怎樣倒轉星球呢 因為真正的天體 就是它的表面在外面 星球就是在裡面 我們就是在表面生活 但這個其實就是1974年的時期 普林斯頓一個科學家 就叫學生來構思一件事 他們就想到這個 太空工業化之下 就有奧尼爾式的太空居所 就是一個巨型的圓統形 圓統形慢慢自主 轉呢 就有地心吸力 但這個圓統形大到 上面是可以有森林 原野 江河湖 但技術上有很多人研究過 自從1974年到現在幾十年 是完全可行的 當然這個規模很大 最重要是我們沒有什麼決心 但是有這個技術 因為時間關係 這句題目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引人性 很有趣呢 但是都要打住 下個星期就和大家再見 OK 好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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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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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